也希望双方的球员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 能够给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对决 好的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 2022赛季中超联赛第九轮 上海深花对阵河北队的比赛 现在已经是正式的拉开战幕了 叫球 队球罚了一个战术 冯信力传球 这球到了门前 外熊的注意力还是很集中的 单掌一拖 把这球拖出了球门横梁 曹云定 这球直接往禁区的远端打 看看王毅 速度已经起来了 高速向前的插上 这球是想要横向的扫到门前 王毅传中球 再送投球攻猛 比赛进行到第26分钟 上海深花对这一边打出了一次 很好的编中结合的进攻 来来看一下深花对的反击 其实深花对现在在等这样的机会 把锁哥一对二 先闪开对方的防守球员 给到中路 刘二凡打门 这个球被对方的门将 布亚熊扑了一下 然后出的底线 看看上场之后 焦量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布置 投球攻猛 这个球啊 于无声处听进来 深花对在左路 一个似乎是例行攻势的传中球 结果差点形成一次破门得分 刘若凡在中路的投球 打得还是很有威胁的 有马斯切拉诺 那样的那支球队嘛 先看一下这个传中球 投球攻门 又是刘若凡吧 深花对现在两个边路的传中球 找进区内刘若凡头顶的这个区域 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投球攻 这球打在了门框上 弹回来 助理裁判这边已经举齐了 裁判的哨声响了 外围重新来组织 投球 回点 点球点位置 有机会啊 哦呦 朱晨杰最后的这条打门 没有能够调整好 曹文定 领秋这个时候 也已经是靠近了禁区 深花对在禁区内有五个点 投球攻门 布海雄 这边还有机会 打门 球进了 刘若凡的投球攻门 布海雄虽然这场比赛 第三次做出了一个关键的扑就 把这球挡了出去 但是替补上场的朱建荣 这边拍马赶到 将踢球直接打进了空门 吴金贵指导的这个换人调整 现在看还是起到了 立根见影的效果呀 你既然已经换上了进攻球员 那我觉得中前场的进攻 其实可以打得再细致一些 刚才这个球呢 人为带球向前突破 如果说前两个点的 传球路线都不好 那你往回传 但是你接下来跟上的球员 你这绝对不能是 一脚打门了事啊 双方在场上的拼枪也很激烈 刘靖这球 直接球鞋都被踩掉 上中球这直接往门前打 马震把球拿到 今天的这场比赛 马震之前的出镜并不多呀 张薇 张薇这个从现场的同期声 反映出来这个非常疼啊 特别痛苦 再看一下这个球 这就是他上墙马震 然后马震把这个球解围出去之后呢 带倒了张薇 张薇的这个情况 看起来还是很让人担心的 刚才镜头也是捕捉到了 担架吧 张薇这直接抬离了球场啊 神花队的反击啊 现在是三打三的一个局面 巴索哥 侧向的转移过来 曹云定 再直c 布拉尼奥斯 布拉雄的出击确实及时 但是布拉尼奥斯的这脚大门 也真是没打上什么威胁 基本上如果没有什么威胁 神花队获得球权的话 比赛就将结束了 果然在这个时候呢 本场比赛的当支主裁判 寇建勋 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上